好 各位观众老爷们打了 早上好 早上好 晚上好 我是郭基姐说 狗头齐 拉几亚队的小孩第三第四场 两个人没有换任何的角色 也没有换任何的顺序 都是头铁 铁头娃 铁头娃要对铁头娃了 那上来小孩这边开场是摸到一个不错的机会 对手一手生龙凹出来 那这样一拨到板边小孩没能成功出去 这边三段摸角全部摸完 小孩抓准这个机会 一个下青鸟确反先打一波 又是一波逆向折过来 一波EX推完以后看一下 这边是连招连上了 生龙在打落地 小孩这里想打个中断 对手想解头 正好按下了一个重拳 结果这个重拳反过来给了小孩一个counter 那这一波EX打回来以后看一下 折一个正面 小孩防住了 AB先往后走 这里拉几亚想给个中断 哎呀 小孩这个跳地是打中了 哦呦 最后是赌一手下c 这下c也是蛮拼的 就预判对手会跳了 那小孩在这里是险胜 拿下对手第一个角色爱丽丝 接下来就到了老玛丽 那小孩起手这里是有两个自然在 两个自然在的话 找一个机会 至少可以拉掉对手半管血 就看这个机会对手给不给 这两边都在等 哦呀 这里跑那么深 突然停下来 哇 就是想骗小孩生龙 拉几亚也是感觉到小孩今天好像很喜欢生龙的这个感觉 就直接跑到对手脸上屡次试探 最后是把小孩这个生龙逼出来 拉几亚在打的时候呢 每次都是给人一种我很凶我要冲上来的感觉 但是每一次都会一找刹车给他踩死 这时候小孩这边以为对手要这样子压过来了 有一个不错的生龙时机 结果并没有 对手还是在那里很冷静拉防 小孩这边一个生龙对空 反应过来了 对手一个大跳过来 基本上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再一个逆向 说真的 小孩以前的比赛的胜负关键手 一般都是这个八胜 但是现在放到二发这个位置 就不知道他适合用意 小孩这边又是拼了一个相杀 小孩这边想攻过去了 下别 这边摸奖摸到了 一波过去的话 应该是要接大招了 生龙直接取消一个八只女 打完以后 再结 就不想给对手机会 想要直接带对手上路 最后压一个骑身 跳C 跳C 这边冲过去还是跳C 就直接连压 对手这边没有血去跟小孩换了 如果说想要通过一些普通剂来对空的话 很容易拼到一个相杀 这时候小孩只要求一个相杀 你就会死 好 那这样就到了对手最后一个角色 瞬影 那今天小孩这边用八神放在第二个位置也可以看到 他就打人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顾忌了 有资源先交掉 没关系 就不像留在大将的时候 有时候经常会面临要反二反三 对吧 自己的资源要一直留着 留到最后一个角色 打的感觉挺憋的慌的 但是现在上来对手的这一波是满资源 直接给了一波大伤害 小孩这边有点难受 这一下对空不错 再一个百合者 下别起手 一X火拉一把 这里是要取消了 没有 下来再做修正 一个泄风拉回来 把神要起来了 这个CD 这一拳应该是直接带走了 就不应该奶他 对吧 刚说他要站起来突然就倒下了 那这样就到了双方最后一个角色 小孩这边的瞬影 同样的 来了 那这样双方的话应该是要做一个同资源开局了 上来就是一个CD 小孩这边先吃一发 到板边 这个瞬影就瞬影的时候 小孩那边开场资源跟水量都会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现在对手这边压的比较凶 AB直接出来 看看能不能找一个反击的机会 这边对手的牵制打的一直非常的不错 小孩每次想要打进攻的时候都会被一个后跳给拉开 这里没有抓到一个逆向 被对手下笔摸中 连招失误了 这里给到小孩一个机会 那这样的话对手这边至少在报BC的期间 不会给小孩造成太大的伤害 这边BC又来 小孩AB这一下没有抓中 好的 不过现在马上面临破防 小孩这边的破防槽回的很慢 需要找机会反打一波进攻了 现在对手这边好像就一直是整体的利回优势上面拉的很满 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让你摸到他 小孩现在这一点比较头痛 对手的利回打的是真的有点好 好 这边抓到一个缺反的机会 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带走了 神龙打完以后再来一发 直接大招跟上 有时结束 哇 好险 还是客观的说一句 小孩这局虽然是赢了 但是总体的局势上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美妙 尤其是在双方的一个利回拉锯上面 小孩那边输的感觉有点多 如果照这样子一直打下去的话 我觉得小孩那边会比较危险 好 双方一言不合又开始了新的一局 其实一开始利回很关键 谁能够先拿到压制对手的机会 谁的资源就会涨得更加快 谁能够涨到更多的资源 谁就能拿第一波的机会 对不对 那现在看起来小孩那边是处于一个防守的状态 这边找机会点中一下下情调 想抓一个逆向没抓到 这个应该也是抓不了逆向 神龙对空 不错 又压到起身 这边对手AB直接是夺你一手逆向 小孩下一次压起身的时候 可能得考虑一下换一个方式 对空 好的 拉基亚这边跳的有点多 小孩在原地直接等着你一手 三连放倒 然后择一个阵向 再一个阵向过来 现在已经卡到版编位了 小孩这波 直接一个中断命中 一气合成 一段打上 伤害打满 游戏结束 那同样的第一局其实两个关键点就在于那两个生龙 小孩这边生龙放倒对手以后 连续的获得压制进攻的机会 资源就会比对手长得快那么一点 然后拿到一个机会以后直接带对手上路了 好 接下来是上场老马力 手上三个资源在 小孩那边 哇 直接就往怀里钻 上一局我记得他也是这样 开场就跑得非常的深 这一次小孩正好跳起来 那对手一个下鼻直接抓了一个小孩的直跳 这一波过来 小孩用一个下C把对手顶开 这个跳CD又来了 这一波压制身 下段以后再一个跳CD 小孩是在试图寻找出去的方法 看来是出不去了 这个版本一旦进去以后 就会被对手这样无限的跑过来下鼻 抢招的话应该是不太行 在对手的进攻之下 如果说你去抢招 万一被一个小跳底打中 那肯定是要白给的 面对这样子的进攻 小孩必须得交资源来防守 但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想把资源留给自己的八神 这样的话有一个满气的八神是有机会可以一口气直接带对手上路的 上来一个跳CD 这一下想要延迟出一下战刺移没有中 这一下CD是打到康了 马上出一个夺命剪刀角 那这边还是在赢人找机会 好的 这一下BC开起来抱一手 八神要发挥起来了 果然关键点还是一个八神 小孩刚才的爱丽丝防守的时候一直不交资源 就是为了等这一刻 跳CD落下来以后 这边是直接追加一个C头 这时候老玛丽手上四个资源满圣龙 关键的一击 看来陈也圣龙 败也圣龙 对吧 圣龙空了 那就见上帝 圣龙要是中了 那就是牛逼 跳CD这一下又被夹中 不过这一波是要被送上路了 接了一个超杀 超杀送上去以后 血量应该是没了 比较可惜 但是没办法 老玛丽的空中能力确实挺强的 跳CD刚中以后 马上一个夺命剪刀角再取消一个大招 那小孩这边要拿机会的话 显然是要比老玛丽要难的 那现在小孩这里是上了第三个角色顺应 手上资源还差那么一点满 上来先攒两下 这里应该是会选择空中的一些变轨去直接找一些进攻机会 这一下跳D预判的有点好 拉给亚经验很足 直到原地直跳一下D来打你的一个快速的切入 这边又是一个空杯 跳D落下来以后 接下来小孩又进入到一个无限的防守态势 只好交资源 因为再不交资源自己的血量 一会儿要打一个同角色内战要怎么办 但现在先考虑一下怎么把老玛丽解决掉吧 她在这里被折的有点难受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抓头 下逼摸奖又没中 血量已经不是很多 这里直接选择一发EX的冲拳起手 连招又掉了 哎呀 虽然说这个连招接上是能打死 但实际上到了最后一个角色可能机会也不是特别多了 那这样的话小孩对着拉给亚 1-3 好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